1910年4月,蒋经国生于浙江省凤化县西口镇 父亲是蒋介石,母亲是毛富梅 祖母是王彩玉,蔡夫人 6岁时,蒋经国上凤化县西口镇武山小学 11岁时,蒋经国转学到凤化县凤禄学堂 接受传统教育 蒋介石让蒋经国读四书五经 增文正宫家书,王阳明全集等 1921年,蒋经国祖母王彩玉去世 蒋介石将王彩玉下葬后 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匆匆赶往广东 动身前,蒋介石抱着不成功,则成人的想法 与毛富梅姚也成,宣告脱离家庭关系 并划分好分给蒋经国、蒋伟国的家产 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要参加孙文的革命 未来生死未谱 如果失败,蒋介石不愿意连累家人 所以做出以上的决定 1922年,蒋经国12岁时 蒋介石送蒋经国到上海万竹高等小学 四年级就读 蒋经国后来曾回忆 蒋介石对于他与蒋伟国的教育 非常严格和认真 不管在家还是在外 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读书和做人做事的道理 1924年,蒋经国从上海万竹高等小学毕业 考入上海市浦东中学 受到五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影响 开始萌生左派革命思想 1925年,蒋经国15岁 恰逢武萨运动爆发 少年蒋经国参加四次示威活动 每次都当选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 也当选抵制外国货物小组的领队 因为革命行为太过突出 校方以该生行为不减的罪名 开除了蒋经国学籍 同年夏天,蒋经国来到北京 进入国民党元老吴志辉主办的海外补习学校 学习俄语 不久他又加入当地学生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 被军阀当局判处两个星期监禁 释放出狱后 他从天津乘船到广州 探访父亲蒋介石 广东当身是国民革命基地 抵达广东后 当地的革命精神使蒋经国大受震撼 在那里他遇到了很多俄国人 蒋经国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军 但当时蒋介石拒绝了他的请求 返送他到北京求学 同一年,蒋经国参加中国国民党 蒋经国继续回到北京求学 邵立子将他介绍给了李大钊 李大钊住在苏联大使馆内 引荐蒋经国认识了很多俄国人 蒋经国萌生了去苏联留学的想法 当时苏联人是广州国民政府的主要赞助人 苏联方面很欢迎中国革命人士或其家属来苏留学 所以蒋经国很快能够成行 这一去,蒋经国就去了12年 中间差点病死在西伯利亚